1,2,3 哈喽大家好,我是Jonah 今天呢是就着秋冬的第一杯奶茶 我们来一起享用的秋天的第一个穿搭视频 今天的大部分衣服呢是会来自Evelyn 这个牌子我很熟悉 订阅我的观众很多也很熟悉 他们出了很多新的单品或者新的好看的 很适合秋天的颜色 那希望今天的搭配或者颜色或者尺寸或者面料 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参考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这一套在颜色的选择上 我选的就是我觉得我脑海里的秋天 也是非常珍珠奶茶的一个颜色 基本款的黑色打底 这一件是这种小高领的 然后它是全棉的 你近看的话 它的这个纹路是那种像滑肤饼干一样的格纹状 裤子也是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的 这一条阔腿的一个直筒裤 它是这样子高腰然后收臀的 在大腿小腿这边的一个空间 富裕量都很多 所以说喝几杯奶茶发胖 它也会能比较好的遮掩 可以很好地修饰你的腿形 基本上看不出你这个大小腿的那个粗细 只要你腰这边可以hold住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鞋子 我搭配的也是一双非常简单 然后秋冬都很好搭的这种黑色的袜靴 这双鞋子我其实去年就看中了 但是去年一出的时候 这双黑色就狂断嘛 然后我今年终于订到了 这一双我觉得穿在脚上非常的显脚小 然后秋冬搭配这种裤腿裤啊 或者裙装啊 legging啊都很好 反正我觉得秋冬这样的一双 就是很简单款式 很收很包脚的这种袜靴 我觉得是衣橱的一个必备 然后这一双穿在脚上的感觉就是还挺轻的 然后很好走舒适度也很高 那这一套穿搭的一个亮点颜色 很南瓜色非常秋天的一件 这个也是他们今年的新品 那非常KOL非常博主 非常做作的一种大法呢 就是这样子披着 做一个颜色的一个层次 但是嘛你寻常走在路上 这样子还是蛮奇怪的 大家如果想把它作为这样一个叠穿的话 这一件可以适当的选大一号 那穿在外面会更加宽松一点 然后这样子你秋冬叠搭起来又有层次感 然后同时也很保暖 然后这一件是100%羊绒的 就是Evalan他们最经典的这个羊绒材质 这件的款式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这样子一套搭起来 我觉得颜色上也很醒目 也非常的适合我 想要文艺一点或者更简龄的话 大家也可以搭这种布袋子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这个布袋子我说到以后就非常非常喜欢 上面是这个100%Human的这个logo 是他们的这个系列嘛 而且宽度和这个帆布的厚度都还挺好的 然后我平时就一直在背 现在是我这两天的一个常用包 就如果搭风衣的话 我觉得就是很适合秋冬通勤的一套穿搭的 这件风衣应该是他们Evalan当初最开始红的时候 最红最红的一件衣服了 刚出的时候真的是狂断货 因为在同等的这个价位里面 我觉得这件衣服的风衣的这个版型的这个经典程度啊 然后面料的这个厚度 包括挺阔度 在这个价位里面都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合适 然后性价比很高的一件风衣了 像这种上面黑下面棕 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一个秋冬的颜色搭配 然后这种上短下长的搭配 如果不配风衣的话 也可以配这种短款的皮衣 如果你的个人气质不是很适合那种 机车风感觉的皮衣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一种就是短款的 力领的这种皮 这一套在颜色上 如果光这样子显得有点严肃的话 大家可以里面搭一个这种 差不多同色鸵色系的这种丝巾 这条丝巾的花纹 也是这个100%Human系列的 然后在一起的话 它就是这种鸵米色系 我觉得很温柔 然后很适合叠在里面做一个层次的 这种丝巾颜色 它的面料也是100%丝的 但不是那种亮面的丝 是皱愁亚光面的那种丝巾 所以叠在里面 我觉得还挺温和的 挺好看的 一条我这样穿起来 对我来讲比起刚才那一条的话 就会显得稳微成熟一点 但是我知道我的订阅这里面 还有40加 50加 60加的 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各位姐姐们 给我的留言 我觉得还挺亲切的 那也很开心大家可以订阅我的视频 希望我的视频对你们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那好 我们来开始下一套 我们考虑过30加35加的一个穿搭想法了 我们现在来参考一下20加小妹妹的一个穿搭思路 我模仿一下 上面是这个oversize款式的一个脏粉色的上衣 很有垂坠感 然后下面呢 我配了一双那个抹茶绿的一个帆布鞋 也是他们的新款 然后配的白裤子呢是我穿了很久的 这条白色的 然后是这种九分的有点收腿的裤子 这条裤子就是如果你在找一条白色牛仔裤的话 那我应该已经说了一百遍了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条 它在很多白色牛仔裤里面是属于那种面料比较厚的 然后弹力比较低的 全棉的含量比较高 所以说你穿在身上 它不会说把你的肉给勒出来 而是就是会把你的肉比较好的在全棉的环境里包裹在里面 那这一套就是几个比较不饱和色系 但是又比较青春比较嫩的颜色搭配在一起 然后外面呢 我想着搭配的是一个 我之前去挪威的时候穿的一件风衣雨衣 也是大家问的很多 我全程挪威就是风里来雨里去 山里来山里去 就一直在穿这一件雨衣风衣 就是下雨的时候我爬不到它 我也是穿着它的 就外面没有 然后这件风衣的长度也很实用 也不会压个子 是差不多膝盖以上 就很方便 又有汤风的一个效果 很好穿 而且也很好看这个奶白色 就看上去穿着很嫩的感觉 非常适合那种户外啊 或者去登山啊 徒步的时候穿 风格是比较运动型的一件这种风衣雨衣 如果你喜欢这种比较嫩的颜色的话 刚才那一套我觉得是草莓牛油果奶昔 那这一套的话就是抹茶新冰乐 你可以把刚才那个抹茶绿的鞋子 配这一个有点橄榄绿感觉 就是不同层次的绿的一条 这个是九分的他们的一个直筒裤 也是经典版型 这个版型的裤子 他们家我有三条一条四条 因为真的太好穿太好穿了 它的长度上对于我163的个子来说 是正好 然后也是很修饰腿型 很显腿直的一条裤子 然后就是这样子 白色和抹茶绿色系的一个搭配 就是浅米色系 米色和橄榄绿这样一个搭配 然后配的还是这一双 抹茶绿的球鞋 然后这样子搭的话 也可以把风衣的严肃感 虚弱一点 想通勤更方便一点的话 可以配这种包 哇 这太搭了吧 白色黑色绿色 白色黑色绿色 带一点点坨色去中和 这太搭了 我喜欢这一套 好看 所以说 我觉得秋冬 大家不光可以看那种焦糖色 米色 这种橄榄绿色 我觉得也是秋冬很好搭配 很好驾驭的一个颜色 好 今天最后要跟大家表演的一个颜色呢 就是这个砖红色 我觉得秋冬也是砖红色 出马的一个很好的时间 非常的显白 然后很好地可以和口红去呼应 这也是一件全棉的打底 那比如说配刚才我们这件 基本款的西装 在一起 就是很基础的一个穿搭的颜色 然后裤子我配的是有一点深灰色的 然后版型是和刚才那一条 白色的牛仔裤的版型是一样的 上半身的这个黑色和这个装红色 颜色都比较正 然后裤子的话 可以选一条稍微颜色浅一点的深灰色的 然后随喜感觉的裤子 来降低上半身的这个严肃感 但是格纹的然后羊毛 有一点厚度感觉的 这种双排扣的西装 然后配这个砖红色的话 更能凸显两个在一起的那个复古感 你们可以感觉吗 然后这样子两个颜色在一起 也很和谐 西装的这个版型和样子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它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容易显皱 因为它的羊毛含量是63% 如果我来做这件衣服的话 我把它做到83%以上的羊毛 我觉得它的质感挺度和那种复古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然后这双下面的鞋子 我配的是我前两年的一双切尔西裙 然后它在切尔西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它是方头的 然后它前面这边是会有一点就是黑色的松紧带的 所以你穿脱起来会更加好穿脱 然后同时它因为前面加了这一点点黑色的 所以可以比较好的和你前面的这个黑裤子衔接在一起 从视觉上会显得你的腿比较长一点 这双靴子我也很喜欢 而且已经穿了好几年了 质感非常好 因为他们家的皮鞋很多都是意大利牛皮的 所以说还是很耐穿的 而且这两年改良过了之后 它没有一开始品牌刚建立的时候 那个皮鞋这么硬了 所以在舒适度上也还不错 这种深棕色的靴子在一起也很搭 然后如果可以想中和一下增加层次感的话 可以再套这条丝巾出来 这样子一套的颜色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今天表演了枫叶南瓜色 表演了橄榄绿 表演了装红色 而且每一种颜色我们都搭配了两种以上的穿法 那灰色系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好了 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套 而且今天的视频我觉得从20到60 就是40多年的这个时间跨度 我都照顾到了吧 我觉得还挺好的 自我满足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